振奋人心的工艺夜晚 当时新闻黄瑞玲 蔡少林 陈老谷在台南报道 台湾熔乳技术 迈向新的里程碑 胶材的柔软度更甚以往 就连一乳都配有微型晶片 像是一个独立的身份证 可以在术后定期追踪 让患者更加安心 而医生们也齐居一堂 彼此分享新技术 女人爱美是天性 都想穿上好看的衣服 展现漂亮身材 台湾熔乳整形 迈向新里程 医生们齐居一堂 分享新知识 研讨会上展示植入物 用手摸一摸 触感有弹性 柔软度大提升 复合式溶乳它技术 就是包含乳乳的置乳 以及肢体脂肪的移植 如果我们可以搭配 不需要按摩的乳乳的话 就可以做到一次到位 整个手术过程会比较方便 同时如果搭配 可以降低夹磨卵缩绿的 奈米丝丛面乳乳的话 可以让术后的照顾更加轻松 植入晶片手拿仪器 一感应对应的数字编号浮现出来 就像是义鲁的身份证 可以记录义鲁的使用状况 巧妇难为无名之吹 所以前提一定要一个巧妇 所以一个成功的农乳手术 我想不外乎最重要的一个一定是技术本位 那技术本位之外还要再加上经验微调 这样才可以放在精准的玻璃 我们才可以把我们想要置物的液乳 放在正确的位置 然后根据每一个人的身材 比例还有需求 然后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当然最后面一个重要的结果 就是一个量身定做的材质 技术本位搭上新技术 两者间的相辅相成 让爱美变得更加轻松 东森财业新闻张博祥 刘子腾傅一文台北报导